星光紅毯壓軸的就是我們 女神和男神的組合 歡迎徐瑋寧 李承冰 徐瑋寧曾以16個夏天 獲得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這次她第二次入圍 迷你劇集最佳女主角獎 在她而她的她中 演出精湛沉穩 內斂細緻的勾勒出 兩個獨特角色的輪廓 而李承冰一人分飾兩角 無論是上班族的都會男性 或是偏鄉的基層警員 都表現得極其生動 也讓她入圍迷你劇集 最佳男主角獎 女神 讓我們歡迎 男神 瑋寧 她和她的她 有人說我愛小劉 瑋寧最美 真的好美喔 但其實瑋寧聽說 因為這個角色很不容易 你要一直維持一個創傷的狀態 所以其實身邊很多人 都不敢靠近你 真的有這個狀況嗎 真的有啊 你看她的眼神 真的就是這樣 哇 那你怎麼跟她談戀愛啊 就是趁她下車的時候 喔 下車的時候 因為她一般都在車上自己一個人 她需要空間嘛 喔 對 對 通常 對 沒有 沒事 通常是這樣嘛 那我想問一下是 陳斌因為在裡面有 台客 警察 小劉 跟精英男友李浩銘 那兩個角色都非常受歡迎 你有特別自己喜歡哪個角色嗎 我比較喜歡小劉耶 喔 為什麼 對 因為她比較沒有距離感 就人會比較喜歡啦 對 人心土心這樣 對 對 哇 那今年入圍 瑋寧那個帥氣的先生 有沒有給你加油打氣啊 呃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對 要打了什麼氣啊 就是 秘密囉 喔 秘密 秘密 像情趣 但是其實我很好奇 因為兩位的角色啊 都是有在這個 解離的虛構世界跟政治世界中 一直不斷來回的盤旋互換 拍攝又可能不是順著情緒拍 你們是怎麼樣 讓自己可以有很好的轉換的呢 其實我們這次蠻幸運的是 我們都是蠻順著情緒拍的 所以在 不管說是現場導演的安排 然後攝影燈光 還有對手演員 其實都給你很大的力量 是 哇 那成斌呢 聽說兩個角色都離你很遠 呃 對 就是我需要一點道具找回自己啦 道具 就是可能 牙籤嗎 對 嚴小劉就是可能 牙籤叼起來這樣 放回去感覺開啟的一個開關 對對對 一方面也是跟他互動嘛 就會鬧他如果 欸 沒反應 那就 這個是 這個不是小劉 所以其實熱臉貼冷屁股 是在這個劇組中 你常常會感受到的氛圍嗎 但是其實他和他的他 真的是一個代表作 因為他讓很多的女性 可能他曾經遭受了性暴力傷害 可是因為看了你們的作品 而勇敢說出來 或是得到了救贖 所以很謝謝你們 精湛的演出 再次謝謝你們 再次謝謝 預祝你們得獎 裡面請喔 裡面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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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